第二个问题 贺印强调入佛界分 儿童读经班 绝对避免加入佛法 这可以这样做 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读经 确实中国古时候教学 读经还不是在很小的儿童 真的都是在六七岁以上 根历的六岁可以学 中下根县的七岁 前面这段时间 决定是同龙养真 这绝对不可以疏忽 如果疏忽这一点的时候 读经以后都有麻烦 他经都多了 他会拿着经典去批评父母 去批评大人 现在就出现这个事情 中国大陆 他们推动儿童读经 结果儿童的时候 就批评父母 在学校批评老师 这个问题发生出来了 王财归就是为这个事情 特地来访问我 学的太多了 就是他手上有好多吃 那吃凉凉你 吃凉凉他 他就批评你 你就受不了了 所以还是要用古人的方法 经只能学一种 一步不能落实 决定不学第二种 从弟子规开始 从三字经开始 中国有一套教学的基础 从千字文开始 千字文是认字 每一个字的意思 是字 细时行文 那是个也 很好的教训 从这开始 这些东西 学会了之后 才开始读经 那么读经 在一般都是学校经 论语 大学中庸孟子 很好 这个是中国 儒家学术的中心 核心 非常重要 要让学生念得能够背诵 要背得很熟 然后要讲解 怎么样 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应用在工作当中 应用在厨师待人节目 学以职用 才能成就 第三 儿童读经 如佛经 佛的经典 学习次第 不能不注意 那么我们也提倡了 这些年也提倡了 我们做得很慎重 很小心 总记住老师的教诲 下面是中国同修的问题 这有四个问题 第一个是应该怎样学习弟子轨 弟子轨 字字句句 要在生活上做到 要这样的学习 不是背诵 背诵没用处 不是讲解 讲解也没用处 要做到 做到之后 你再讲解 那就是你自己的弟子轨 不是别人 所以才能感动人 我也常常跟同学们说 你看现在杨老师 蔡老师 他们有几个人 弟子轨 讲的每一堂 讲课的时候 都有很多人在留言内 都在忏悔 什么原因呢 他做到了 先做到 蔡理居告诉我 他先一年的时间学习 完全做到 然后才出来讲 是他内心里面的感触 他所以能够感动人 你自己做不到 你就讲 不会感动人 一定要做到 做到是你的心得了 你有真正的感受 第二说 怎样学习弟子归 才能往生西方 还是这一句话 不要分支 不要做到 你求愿往生 你决定得生 为什么呢 你是善人 弟子归 做到是真正标准的善人 你看西方极乐世界 弥陀金上善男子善女人 你有一份 条件 不可以 少善根 福德 应援 得生彼库 那你这三个条件 都去做 你有善根 你能够认识弟子归 知道这是好东西 这是善根 你肯落实 肯认诚去做 这是福德 那么你知道 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你祈求往生 这是应远 你三个条件 通通居足 那怎么会不往生 你不是善人 天天念阿弥陀佛 一天念二十万生 阿弥陀佛想来借你 那一边大众排斥 你就去不了 那边大众 他不是善人 他到这来 把我们团体扰乱了 人家不答应 不接受你 所以你就去不了 所以你要考虑到 到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慈悲 西方极乐世界 所有的大众 对你都肯定 都承认 这个人是好人 我们欢迎他来 你才能去得了 那你的心情不善的时候 去不了 所以这是不可以不知道的 第四个问题 他说弟子在一边学习弟子规 一边学习无量寿经 无意之间发现弟子规 就是无量寿经 乃至华言经也一样 请老师给我印证一下 对吗 对 一切一切 一切皆一 这个大经大论 落实到这个生活行为上 就是弟子规 释迦摩尼佛 这些诸一些法身菩萨 哪一个人没知道 过过都是圆满落实 所以我们从这点开始学 底下有一位问的问题 他是定于会 怎样才能平衡 不知于偏向一方 定度会少 或者会度定少 产生无名妄想和昏尘 请慈悲开始 这个问题 是佛门自古以来 可以说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学佛 不是昏尘 就是吊举 昏尘是 精神提不起来 用功的时候打瞌睡 甚至于念佛也打瞌睡 绕佛也在那睡 他一步走着 我看到他睡觉 在昏尘